涉嫌在批力和击打道路工程 收取520万令吉贿赂的 华林前国会议员 拿多斯里·阿杜阿兹 成功洗脱所有的罪名或事 高庭司法专员阿兹指出 基于案件的副检察司 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他批准阿杜阿兹的申请 把地庭宣判的释放不代表无罪 改判为无罪或事 55岁的阿杜阿兹 在涉及的道路工程案件当中 总共面对三项收费 和六项洗黑前控状 不过他如今已经成功的洗清罪名